好了 大家準備好了嗎 我滿美的 哈囉 Excuse me 在 最決戰水下生產 這我朋友耶 最決戰水下生產的 好像不錯喔 是新的 可以報名是不是 開始了 開始了 開始開始 等一下再聊 要倒數喔 準備 5 4 3 2 哈囉大家好 我是全台灣中心福利座的 最好 姿態最優美的主播 水下新聞會統整 每個月的水下資訊 讓您掌握最新的 潛水大小事 OK 相信 所有熱愛潛水的潛友們 心中一定有一個 非潛不可的理由 不管是為了欣賞 美麗的水下生物 還是從事生態保育 共同的目標就是 給生物們一個良好的 海洋居住環境 那讓我們來看看 本月份的第一則新聞 車許被綠島海底富裕 50顆右背不見蹤影 台東縣政府 農業處於今年 向海洋委員會 爭取補助 綠島車渠背富裕計畫 並且在6月的時候 石浪保護區 以及溫泉漁港內 完成了右背的移植 日前卻發現 50顆的右背完全消失了 失蹤原因 仍在調查當中 縣政府為了 禁止民眾任意的 捕撈車渠背 已經在103年 將車渠背 列為保育的對象 公告禁捕 全島沿岸潮間帶 以及低潮線 向外延伸200公尺的海域 靜踩長15公分以下的車渠背 其中柴口 石浪以及龜灣分區 更嚴近 進捕所有的車渠背 那不論這些車渠背 是被人類盜捕的 還是海流沖走的 生態的富裕 永遠都趕不上破壞 希望大家都能夠 愛護車渠背 讓這個物種的生命 能夠延續下去 也讓海洋的生態 可以永續發展 接著我們將畫面 移到國外 4月份水下新聞 大佩曾報導印尼的 科摩多島 由於盜獵者 猖獗 必須封島一年 但是現在 這個計畫被推翻了 印尼科摩多島 封島的計畫取消 遊客仍可登島參觀 日前印尼政府 為了維持科摩多隆的數量 預計於2020年封島一年 但是在這幾個月的觀察下 當地政府認為 目前科摩多隆的影響 還不至於這麼大 因此取消了封島計畫 遊客仍然可以登島參觀 但未來 恐虛支付台幣 約3萬1千元的會員費 會員證效期是一年 而這些收入 也將運用在島上的生態保育 那無論封島與否 希望能給科摩多隆 一個更好的棲息地 讓大家都有機會 再目睹他們的身影哦 本月份最後一則新聞 我們要看到的是 世界首重實境節目 決戰水下伸展台 全球海選當中 水下30片原班製作團隊 重金打造的水下實境節目 決戰水下伸展台 Equichallenger 目前已經開放報名了 節目將廣邀全球水廢潛水攝影師 以及自由潛水模特兒 一同角逐冠軍 攝影師和模特兒 到時候分組 來合作完成水下的作品 並且接受網路投票 以及專業的評審來一評高效 節目不只為全球首創 更結合了網路平台 以及互動的機制 讓節目變得更加的刺激 競賽期間 將會在2020年的4到6月 與全台灣的各個潛場進行 最終的優勝者 將獲得超過 2萬美金的獎金 還有獎品哦 還在苦惱一生的本領 無處發揮嗎 攝影師需擁有 進階以上的潛水執照 並且自備相機 模特兒需要水下拍攝經驗 並且具有基本的 自由潛水能力 符合上述參賽資格 就有機會能戰賽舞台了 填寫報名表示 別忘了附上自己的字 我介紹影片 還有水色作品哦 身邊的朋友都開始報名了 你還在猶豫什麼呢 OK 本月份的水下新聞 再次告一段落了 我是全台灣中心福利做的最好 並且姿態最優美的水下主播 好 我們下個月再見囉 好 結束 欸 那個報名還可以報嗎 那個 還可以報嗎 有報滿嗎 是不是有點緊繃 還在海選是不是 我現在 可不可以直接錄我的 那個 試鏡帶 直接可以嗎 直接錄我直接來 直接來 OK 神經病啊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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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